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四个人的创作引起热烈讨论 唱片公司也为他们拍摄长达20分钟的音乐为电影四个朋友 蓝星他笑说三天睡不到八小时实在是超级热血 接着为你提供影剧消息 近两年为电影未为风潮 有许多导演纷纷投入拍摄 让为电影感动了社会许多角落 拍摄我可能不会爱你的金钟导演曲永宁 这次就接受业者邀请 指导微电影新家人关系的拍摄 明天将在台北还有新竹两个地方 同步举行视讯首映记者会 并在全球的YouTube同步上映 为了传递更多新家人关系的概念 只要大家上网收看这一部微电影 业者就会为每一位观影者 捐出一元给家库中心 希望邀请大家热情响应 72岁的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 在推出爱上的波妞后退居幕后五年 今年以新作起封了重书江湖 亲自负责导演还有脚本 起封了改变自人情漫画 真人真实改编 描述二战期间的太平洋战役当中 日本海军主力战斗机 临战的设计者绝跃二郎的故事 影片日前在日本首度失应 宫崎骏竟然看到落泪 她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看电影调演泪过 也笑说这真的不应该是导演的作为 韩国明星金秀贤主演的卖作韩片 伟大的隐藏者 目前在南韩已经冲破了624万入场人次 金秀贤日前和李玄宇 以及蒲鸡熊等演员到戏院现票 蒲鸡熊更当场背起了金秀贤炒热气氛 另外金秀贤为了答谢影迷支持 也独自现身首尔 向粉丝送上她代言的饮品 她拿着锤子为产品主持破冰仪式时 表现得相当雀跃 以上就是今晚的娱乐宅集片 我是黄玉杰 请持续锁定KLF的联播网 将在为您送上最新最快的娱乐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